上期讲到八强淘汰赛开始 第一场是一元博士队队谱犯队 大家好我是全书 和一元博士队的这场比赛 故事剧情会比战斗细节更主要一些 首先一元派了两个选手去拖住了飞影和藏马 然后比赛就变成了三对三的混战 接着比赛一开始 U助他们就处于不利的情况 他和桑源看不到对手的灵气 这主要是因为灵力的程度不一样 而且U助这时还没有办法发射灵丸 多亏了蒙面者他和桑源才躲过危机 另一边飞影和藏马虽然先干掉了一个对手 但那个博士准备了一只 名叫加塔斯巴鲁的钢铁魔兽 他身上还涂有抗灵气的阴咒水 随后飞影因为右手的关系 不小心被敌人给抓住了 就在他准备再次使用斜眼的力量时 藏马及时过来解围 那台机器最终被从内部瓦解 回到场上U助和桑源无法出手的原因还有一个 因为对面三个都是人类 他们是被一元博士的操雪流给控制了 简单理解就是 他们现在变成了人型机器 这种情况U助和桑源无法动手 关键时刻那个蒙面者 未救U助还被踢出了场外 不过他之后又再次聚了U助和桑源 并且蒙面者还露出了面容 他竟然是一位可爱的少女 随后藏马和飞影终于来到现场 他们还问出了一个真相 场上的三名对手确实是以救师傅为条件 自愿成为一元博士的实验对象 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实验 而更令人发展的是 他们师傅的病是一元博士弄的 所以这一切都是圈套 随后知道真相的U助和桑源打算先干掉一元博士 不过超雪流有个终极命令 那就是要优先保护一元 而且如果强行去除超雪流 那就意味着死亡 再加上这场比赛的规则被定为3v3 所以飞影和藏马也无法上场 之后桑源想起了那个梦 他突然意识到 那是对手在向他求救的信号 于是他强行顶住了对手的攻击 目的就是为了唤醒对手的理智 也正因此桑源被KO出了场外 U助这下开始愤怒了 结果那三名对手竟然流下了血泪 他们正在祈求U助把他们干掉 而且桑源其实没有被击中要害 其实那三名对手还仅存一点良知 只不过已经快撑不住了 看着眼前的一切 U助的灵力等级开始提升 这里应该是想表示 愤怒等极端情绪可以提升U助的实力 随后U助认为可以看见对手的灵气 这一次U助下定决心 他准备干掉对手帮他们解脱 不过最后时刻被蒙面者阻止了 蒙面者表示由自己来处理 只见他开始念咒 并释放出了强大的灵气 随后三名选手被钉在了空中 而蒙面者一人给了一招 三名对手身上的灵气消失了 同时其他人都以为他们死了 这场比赛是U助他们获胜 之后大家要找一员报仇 对了至于那个师傅已经被救出来了 飞影当时问出了师傅的下落 他刚好就被关在附近 藏马轻松就做出了解读计 眼看大势已去 一员博士给自己挡了一针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大怪物 接着U助坚持要自己战斗 这里有个桥段 他每打一拳都是在帮别人出气 顺便也帮三元打了一拳 最后U助把一元给击飞了 这一次看台上预先预留了位置 感觉观众们已经习惯了 对了三名弟子 袁 梁 葡其实没有挂掉 不过清醒后的他们无法面对师傅 因为他们还记得自己被迫犯下的错误 好在蒙面者出来解释 刚才那招是灵光波动拳五大拳之一 修之拳的奥义 这招特点就是会先向内心问罪 再责罚肉体裁决罪孽 如果内心清澈 那他只会净化掉肉体不好的部分 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除掉了操血流 终于师徒相认皆大欢喜 不过桑源的伤意时好不了 U助也谢绝了奎要代替出场的好意 但主办方随后突然宣布 夏侯淘汰赛直接开始 这就意味着 U助他们马上要进行下一场比赛 目前情况桑源重伤 飞影右手不行 蒙面者的灵力也剩下不多 所以情况对他们非常不利 而他们的对手魔性使队 真实身份是魔戒忍者 魔性使队派出商议的人是预风者正 这里不得不说 正长着一张早晚会加入主角团的脸 两边确认进行1v1淘汰赛 直到打到没有人为止 看得出正很期待和U助比赛 不过这时大赛运营总部又出来搅局 他们要对普范队进行身体检查 有一位漂亮的护士 带走了飞影和蒙面者 而小炎王为了自己也能被带走 就让乔治把自己给揍了 结果那个护士是个陷阱 他的真实身份是杰介石流架 他自称有很强的防皱壁能力 简单理解就是飞影和蒙面者 现在被困住无法参加比赛 而这些都是囤高设计的陷阱 但其实说来也巧 因为飞影和蒙面者 本来状态就不是很好 只不过局面现在变成了2打5 阵一下子就没有兴趣了 接着第一场比赛由 化妆使者化魔对藏马 化魔的绝招是利用特殊的化妆水 化出具有不同buff的妆 比如他给自己化了战斗装之后 他的腰气就会逐渐上升 并且攻击速度加快 随后撑着藏马的一个失误 化魔给他脚上也化了一下 瞬间藏马的脚变得非常沉重 对而这个化妆水 可以穿透衣服粘在皮肤上 所以藏马就算把裤子脱了也没有用 接着由于行动不便 藏马的四肢被化上了预定装 就跟个绑了一个200千个的铁球一样 结果就在化魔准备最后一击的时候 藏马从头发里面甩出了强威脊边刃 毫无防备的化魔瞬间中伤 随后藏马劝他解除咒术 赶紧为自己治疗 而那个化魔则继续勉强自己出拳 虽然他没有一拳打到藏马 但他的血已经溅到了藏马身上 原来化魔的化妆水就是他的血 他在最后一刻舍弃的性命 为的就是给藏马化上念复风骤装 这样的话藏马的气就被封印住了 化魔是想用自己的命 来换取同伴的胜利 而藏马的下一个对手是骤兵使动使 他表示一定会继承化魔的遗志 目前藏马只剩一个办法 那就是尽量拖时间 因为化魔的妖术消失需要一段时间 随后藏马开始问洞使 为什么他们会来参加这种比赛 你的梦想是什么 洞使表示他们之前一直活在黑暗中 而现在他们想活在光明之下 所以他们才想打赢比赛 然后许愿获得这座岛 这样他们就可以不被拘束的生活了 随后比赛开始 洞使展开了兵的结界 因为他觉得靠近藏马有危险 所以他用魔敌线弹射远程攻击对手 无法使用妖气的藏马很快就倒地了 藏马之后还尝试用血抹掉符咒 结果还是不行 但好在藏马尽量避开了所有要害 眼看咒术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洞使只好改成近战攻击 此时藏马一边躲一边想办法 随后他的左手就被划开了 优助这时圈藏马还是放弃吧 不过藏马表示没有问题 结果就在洞使准备最后一击时 藏马竟然用魔戒草击穿了对手 原来他刚才把种子中到自己的体内 就这样藏马获得了比赛胜利 他在拒绝了洞使寻短剑的要求之后 就站着晕倒了 这种情况下一般就要换优助上了 结果对方的第三名选手暴拳表示 既然还站着就要继续比赛 这时主持人小兔同意换人 但这个提议被主办方驳回了 小兔还被暴拳弄了出去 随后比赛开始藏马就像一个沙包 期间小兔想趁他倒地的时候赶紧计时 而那个暴拳又把藏马抓起来揍 之后看不下去的小兔再次阻止 然后他又被暴拳给打飞了 眼看藏马已经快不行了 暴拳的队友力降突然叫停 因为这一拳打下去的话 优助会无视规则直接开打 而魔性使对的目的本来就是未有获胜 他们没有必要做多余的事情 接着碍优助的怒气 暴拳将藏马丢出场外 其实刚才要爆发的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飞影 接着第四场比赛开始暴拳对优助 这个暴拳上来就是一脸便秘的表情 只见他挤出了非常多的汗水 并使出了一招修罗忍术白烟之物 其实就是把汗水蒸发形成雾气 接着他在雾中出拳攻击优助 而优助在挨了几拳之后反而放心了 因为这样的拳脚根本伤不了藏马 随后优助朝着看台发射灵丸 巨大的冲击吹散了雾气 紧接着他一拳就打断了暴拳的肋骨 然后那个暴拳就开始假装囚牢 实则趁机暗算优助 好在优助投比较铁 之后优助把暴拳揍到全身多处骨折 就这样优助赢下第四场比赛 同时藏马那边也醒了 只是恢复需要一点时间 另一边飞应的灵力也在逐渐恢复 动画里面有提到一点 那就是刘家的姐姐好像真有自咬效果 接着第五场比赛是郑对优助 郑是他们队最强的 他激动的时候耳朵就会硬起来 而且郑很欣赏优助周飞的抱拳 随后比赛开始郑遇风飞行 他先是飞到了天上欣赏岛上的风景 然后就俯冲下坠攻击优助 而优助在失去平衡后的还击没有打中 但经过这一回合之后 他们两个都变得非常兴奋 之后郑迅速转动自己的手臂 并形成了一个小型旋风 这一招叫修罗旋风拳 优助光是擦了个边就已经飞到场外 接着按照惯例 郑追过来打碎看台 同时也灭了一大片观众 完事之后比赛继续 这一次优助没有等阵 他直接上去打断招式 由于速度太快 郑一时无法还击 在挨了优助一拳之后 郑只能飞到空中躲避 另外这样并不算出界 只有身体碰到擂台外的地方才会计时 这时郑在天上开始想办法 然后优助的灵丸已经过来了 避之不及的郑赶紧使出暴风屏障 那个灵丸被改变方向飞走了 但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能够击中 就看优助敢不敢赌了 接着郑再次使出修罗旋风拳 结果优助竟然纹丝不动 他准备用灵丸直接硬碰硬 在一声巨大的爆炸之后 优助被冲到了场外 而郑被冲到了空中 原来刚才在碰撞的瞬间 郑改变了出拳的方向 他将伤害瞬间捡到最低 此时优助也没有把握可以打赢阵 飞影则表示优助输了就换自己上 他才不管什么狗屁规则 谁要阻止他就把谁干掉 接着比赛继续 郑这一次两手都使出修罗旋风拳 这样的话一个领完就没用了 不过优助这边也摆出了一个架势 他现在是蛮复合提升全身的灵器 这是他现在唯一的办法了 随后郑直接朝着优助冲了过去 他的第一拳被优助用左手接住 在退后了一段距离之后 郑的第一拳被化解了 接着优助用脚挡住了第二拳 然后他用一招灵光弹把郑给打飞老远 这时静流突然拉着影子赶紧走 因为他预感到郑会砸在观众席上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郑在称赞了优助之后就倒了下去 这场比赛讲道理是优助获胜 现在魔性使队还剩最后一个力将 然而在比赛开始前主办方中止了比赛 说是刚才郑和优助的比赛中 在优助调出场外的时候 裁判的计时慢了 因此上一场比赛结果改为 郑和优助都是场外计时结束 也就是说优助无法参与本场比赛 这一看又是屯高高的鬼 期间小兔驳回无效 顾与履则显得十分生气 受伤的动使也无法接受 靠这样卑鄙的手段获胜 然后他就被递将给教训了 这时飞影跟优助说算了随便了 反正接下来我会KO全场 而优助也正有此意 好在桑源这时站了出来 身受重伤的他表示 面对卑鄙的对手也能光明正大的获胜 这样才够帅气 另一边雪菜竟然来到场外 自上司之后他提升了自己的治愈能力 这次过来一是想帮助大家 另一个是想拜托大家帮他找哥哥 不过雪菜还不知道自己的哥哥是飞影 同时飞影之前也不让别人说 感觉最有可能说漏嘴的就是牡丹 接着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了桑源 他艰难的来到了场上 随后最后一场比赛开始 可怜的桑源年龄期间都无法使出 局势自然是一面倒了 另外影子他们这时无法进场 就是有只妖怪过于为难他们 然后那个妖怪就被影子和镜牛给揍了 接着大家开始往里面跑 但他们很快就被包围了 与此同时桑源已经快撑不住了 而飞影也做好了准备 只要桑源一输他就会直接冲出去 另一边左经带着护鱼铝干掉的豚尻 因为他不喜欢这样搅局的人 但这场比赛他也没有打算干预 就当做是一种考验好了 回到场上桑源依然处于被动 而那个力将拖完跳到了场外 使出绝招修罗念土咒一 就是用土和石块把自己包起来 随后力将又使出一招爆炸冲撞 桑源再一次倒地 看到这里牡丹他们赶紧突出重围 路上他们遇到了护鱼铝 结果护鱼铝让他们赶紧走 而跑得慢的镜牛被左经给救了 两个人之后还一起颠婚 回到场上桑源再一次站了起来 和之前幽柱打猪雀石一样 桑源也准备燃烧自己的生命之力 意念中他和飞影 藏马蒙面者都告别了 而轮到幽柱的时候 桑源回头说了一句 接下来就麻烦你了 之后桑源正面抵住了力将的爆炸冲撞 后退的过程中 哎他刚好看到了心爱的雪菜 于是力将就被打飞了 感觉桑源现在满血复活 接着不甘心的力将又冲了过来 难了桑源此时已经可以击出零器件 只见他一箭砍碎了力将的铠甲 并把他打飞到了看台上 最终这场比赛是桑源获胜 优助他们成功进入下一轮 比赛一结束桑源又不行了 事后雪菜为桑源疗伤 桑源说这都是爱的力量 雪菜不明真相的说了声是吧 瞬间桑源幸福到了极点 另一边影子和幽助终于见面了 这两个人就是一对欢喜冤家 当然影子最后还不忘给幽助打气 我是全叔 幽助他们之后还会遇到什么强敌呢 下期妖狐藏马即将登场 我们下期继续